真幻传 周宁海为何对华妃身边的宋志这么好 背后尽发生了这事 皇帝的后宫分为六个宫 每个宫都有一个义宫之主 而这些义宫之主的身旁 必定会有自己最切心的太监和奴婢 华妃所在的是一昆宫 他的身边就有一个大太监周宁海 和一个贴身侍女宋志 两个人都是跟在了华妃身边很多年 也为华妃办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华妃身为皇上的宠妃 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 而且华妃的干哥哥还是朝中重臣 皇上的左往右臂 所以华妃在后宫中的权势可不是一般 除了皇后可没有人敢拿她怎么样 对于一些惹到华妃的小落落 不用华妃亲自动手 就有人帮她解决了 华妃自尽王府就一直是皇后的威胁 被封妃之后威胁更大了 皇后曾经赐给华妃一个宫女 说是替华妃分忧 但是精明的华妃怎么会容许 皇后的人在自己身边 便宜此宫女伺候不当定下了罪名 周宁海亲自为华妃把这个宫女推下了水井 解决了这个宫女 周宁海在华妃身边很有话语权 毕竟跟在了华妃身边这么多年 一直忠心耿耿 在原著中周宁海救过华妃的命 因此财落的现在走路腿都是瘸的 让一个瘸子做工中的大宗馆 可见周宁海对于华妃来说还是很有地位的 华妃身边还有个宋子 在华妃失宠之时 为了不让其他势力毒打 华妃还曾想让宋子去伺候皇上 一日皇上到华妃宫里吃饭时让宋子布菜 还夸宋子的手白嫩细腻 看着很舒服 虽然华妃已经有心把宋之送到皇上身边分出 但是看到这一幕华妃也是感觉很扎心 华妃恐怕是这宫中最爱皇上的人了 暂晚就非常生气的让宋之跪下 怎么都让不下这口气 一旁的周宁海见词 赶紧给宋之说话 把宋之之出去了 周宁海对谁都是不在乎 无所谓 为什么唯独帮助宋之呢 没想到还有这种事呢 周宁海和宋之同为华妃身边人 所以周宁海对宋之还是友好感的 宋之长相清秀 也是很讨人喜欢的 也难免周宁海会有一些私心 不过这些事情也不会放到明面上来讲 或许也都是大家的猜测 不过周宁海愿意帮助宋之 给正在火头上的华妃说好话 也是实在难得 周宁海在华妃身边这么多年 怪事没少做 那些华妃不屑于做的 都是这个周宁海一一完成 魏华妃在后宫之中也扫除了不少势力 曾经的纯贵人死去 也是周宁海下的狠手 正是周宁海的腿给了他天大的伪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